一班二班这边走 以后就按这个路线走 5月11号 北京各中学初三年级8万余名学生正式返校复课 上午8点30分 丰台第二中学的初三学生陆续到校 测温合格后 在老师指引下按地面指示路径分流进班 每个班走固定的路线 包括上体育课都固定一个路线 这样五个班不交叉 这样保证了大家的安全 我们还会有专门的老师随时指引 为避免返校学生聚集 学校要求初三高三年级错峰上学 并使用不同教学楼 高三孩子已经进来了 说实话他们要早一点点 初三的孩子是9点半以前 待会陆陆陆续续的会进来 比如说一班是8点40到9点20之间 第二班是8点50到9点20之间 每个班错个10分钟 第二个课间他们也不交叉 高三的初三的楼是相互分离的 包括街水和那个上厕所都是分开的 教室内桌椅左右 间隔约扩大至一米左右 每间教室可容纳20余名学生 原本人数较多的初三三班 四班均被拆分成A B两个班级 安排在乡宁教室 老师在其中一间教室授课 授课内容通过视频同步到隔壁教室 老师在这边上课的时候 孩子们在那间屋里面 就跟网上一样 但是它有个好处 他能看到这个边的同学 就两个班的同学是可以互建的 所以就相当于原来在一个班一样 老师们都要做PPT 这样实现能够屏幕共享 效果还会好一些 这样的上课形式就是 我觉得挺有新鲜感的 然后呢没有老师在 那就可以靠调自觉 然后呢 其实跟平常差别也不算太大 因为我们还能看见我们 我们也能那个 老师能点我们 可以回答问题 然后就觉得 这个方法还挺好 因为我们上午是在 老师是在A班讲课 下午对B班讲课 只要好好听 我觉得怎么样都没有影响 为应对2020年中考体育考试调整 学校在体育课安排方面更加细化 暂不组织密集型 高强度的接触型体育活动 比如设计的这种短跑啊 这种长跑啊 还有做操啊 还有一些舞蹈的活动啊 还有一些训 那个体能恢复性的训练呢 这个会增加 但是那种高强度的 加上这种密切接触的 这种竞争很激烈的 我们暂时不进行 如果是符合防疫条件的情况下 操场人数少 我们还鼓励孩子们不戴口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